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 郭先生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您好 你好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目前为止港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横指目前是跌了143.73点 报25,079点 那国企指数是跌了189点 报11,816点 那郭老师昨天这个吸债问题是突然之间就达成了协议 所以在收市之前呢 横指也是突然上涨了300点 那昨天晚上外围股市其实也是造好 那内地股市表现也非常的突出 那大家觉得今天早上的港股应该是呈现一个高开高走的这样一个状况 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今天港股是一个低开的状况 那郭老师是不是预示着港股已经反弹到了尾声呢 我们这样看好不好 横生指数上个星期三 最低见过22,836点 到昨天的高位25,276点来说 在头到尾五个交易天 横指已经上升了2440点 这等于上升大概10%左右水平 这是一个反弹式 当然反弹过后高台是有一点点整股消化的 可是由于横生指数是从上个星期三 这个反弹已经走在前头的了 所以变迁来说就是像美国股市啊 德国的股市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对香港来说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刺激的 尤其是我们除了要看希腊的债务问题 还有看看就是说那个内地的A股的表现 当然A股也是抓着那个4000点的高台 可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这几天A股的成交的确是一点一点的放慢了 就是说正常是要维稳 要把那个A股稳定下来 可是并没有说它要令到A股出现一个新的那个升浪 所以我觉得香港股市经过2440点的反弹过后 是有一点点高台的整股 这个很正常的 目前我们就要看看250天线的支持了 大概在248880左右的水平 只有恒生指数还是走在250天线以上的话 基础上是有力再进一步调建那个10天的平均移动线 我们这样看好不好 整个跌浪是从那个4月27号的高位28589点的 它的低位就是在上个星期三就是7月8号的22836点 就等于说恒生指数已经大幅度下调了5753点 那经过这个大幅度下调之后出现一个基础上的反弹 这个很正常的 要是恒生指数能够反弹这个总的跌幅5753点的一半 反弹一半的话 那就是说恒子最终的目标应该暂时在25712点 现在来说还有700点左右的上望的那个空间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大家要留意成交经验 其实来说这几天的成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还有一点 从那个22836点的反弹 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新的升浪的开始 所以大家有冒进的话 现在这一分钟我觉得还是少等一下比较好 要是再看看不少的股份 从低价上来有一部分已经上升了30-40%了 有一部分的小的股份 跟刚上升了差不多80-100%了 要是没有在上个星期三 在上个星期四冒进去的话 现在才买的话 我想好像是有一点点来迟了 要是说真的非买不可的话 也只能买一点点 千万不要买了太多 当然股市再往上去这几百点 可能就是一些主要成分股而已 一部分不是成分股的股份 恐怕还是会在高它有一点点的反复的 虽然说不预期 很只会再进一步往下跌了太多 可是要是在1000点到600点左右水平的反复 我想还是很正常的 暂时在25000点左右水平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 比较急得冒进去的 反而稍微等一下就比较好了 那最近的股市就比较的波动 那就有传的中央将会加快深港通的开通 来刺激就是两地资本间的交流 以及来刺激稳定股市 那郭老师您认为如果深港通提前开通 最受益的板块是有哪一些呢 本来说真的深港通一开通我觉得券商股市可以比较受惠的 因为内地的股民要是说参与这个买卖 当然就是说一定是相关的券商是比较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 可是我还是在想一想 要是说内地的资金要南下 真的要南下一部分对香港的H股 香港股市有一个投机的兴趣跟信心的话 我想本地的券商股还是可以看高一线 毕竟在这个下调的中期的调整之中 我们发觉到的是本地就是香港这方面的券商在风险管理那方面 做的的确是比较好的 反而内地的像融资的 我听一些朋友说 一部分是一百万的本金 可以买四百万的股票 有一部分在场外的一百万的本金 可以买差不多一千万的股票 而且也没有限制你买什么股票 这方面的风险管理真的是做的不太好 要是不是场外那个融资做的怎么 就风险管理的怎么差的话 我想这个风步也不会来的那么快的了 所以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想内地的股市还是要整股下来 等待下一个上升的机会 还有一众的捐商股 恐怕未来一段时间 在那个融资利息收入方面 还有融金收入方面 都会慢慢的走下坡的了 所以要是说 深港通一旦推出来的话 第一就是当然一部分的小的股份 还是有一定的投机的机会嘛 第二就是难成长方面 我想香港交易所 还是比较受惠的那一支 因为成交金也有时能够回升的话 它是最受惠的 还有本地的转三股 当然了也不预计会出现一个 像找一个阶段 那么大幅度上升的角色 我想短期之类应该不会出现的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蓝筹股方面了 那今天领涨蓝筹的呢 分别就是金沙中国和银河娱乐 那之前豪夺股一直是被大行都看淡的 而且之前发出的业绩也是差强人意 但是呢在最近股市非常波动的时候呢 它就恰恰是反弹出来 而且涨幅都是比较的高 那今天呢金沙中国已经涨了6.6个百分点 而且银河娱乐呢也是涨超过了5.5个百分点 那郭老师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 使豪夺股最近的表现突出 那最近应该怎么样的部署呢 当然现在看起来 我们哪方面的波彩的那个情况还是在比较低的水平的 相对去年6月份相对去年7月份的基数是比较低 所以变成来说好像在往下走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可是未来一段时间 就是说那个旅游那个波彩的那个赌业的生意是会明显的做好的 我还是不太同意的 第一就是内地的股市 这个风潮下来头啊 蒸发的财富要差不多20多万亿人民币 就是说能够消费 愿意消费的最好的那一群 已经是亏了很多钱 变成来说未来一段时间 他们在消费啊 在那个旅游方面呢 恐怕还是有一点点的保守的 这样看起来 那个澳盟的波彩的业务 要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的机位 我想还是比较低 当然相关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当中 已经下调的不少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4月27号恒生使售见过两万五千 两万八千五百八十九点对不对 可是在哪一分钟我们看看一种波彩的股份 还是低迷的现在只是一个中期的 跌后的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基本因素方面我看的还是比较差的 嗯 好了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分析了 也希望郭老师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郭老师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吗 是没有的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